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收集燃燒的靈魂 第二次的測試 在測試什麼呢 要測試一下這個 球長壓假如用冒險者的話 是否會觸發千年之月火的這個功能 這個來講 網路上有聽到很多人說可以 可是也是沒有看到相關的測試影片 當然實際上有 觸發成功的人當然是說他知道 但是今天的測試的目的是 測給那個 還沒看過還沒遇過還沒用過的人 來參考看看 當然如果失敗就算我運氣不好 冒險者不能發動對掌劑 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來試看看 好轉出幾COMBO就不要介意了 這跟幾COMBO也沒關係了 因為只是要測千年之月有沒有用而已 好當然我是希望能夠趕快出發 不然我這樣一直試 搞不好事實上是不行的 好 他怎麼不叫火啊 是怎樣 好 好當然告訴大家一個小技巧 就是如果懶得看直接切到最後去看的答案就知道了 好 這個過程可以略過 所以等一下 過程當中 我講的話可以四落無毒這樣 因為可能也沒有人會聽到 好 真的也不給我火耶 真的也不給我火耶 還是要給我幾個啦 氣死我了 故意七五個啦 為什麼用這樣的隊伍其實沒什麼練技而已 真的耶 都不給火捏 打靈魂石可以打這麼久算是奇葩 打這麼久打第三關而已 而且重點是檯面上還是沒火珠 終於來了 可以看到我手非常非常慘有沒有 用這個滑鼠不是很好用的 快來揭曉我們的迷迪囉 知道可能我現在講話沒有人聽到 不過沒關係我還是要秉持著 我們專業的精神 對著空氣講話不要 要這一隻有三顆給我用就好了 好 PART2 迷迪要揭曉了 是否會觸動千年之淵呢 有點不祥理感 觸發了齁 好家在 終於把這個 可能是都市傳說的傳說給破解 不是破解啦 就是迷迪揭曉了這樣 是會觸發的沒有錯 其實我剛剛聽到有人說會觸發 但是 一直沒有影片做佐證 就是會有點 擔心啦 應該這麼說啦 所以這樣這個 測試的結果告訴我們 千年之約可以 用冒險者來觸發 這個 對玩家來講 無疑是一種主因啊 這樣也要捏代他 沒消到有血 以上就是使用冒險者 的千年之約的測試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 謝謝大家